哇 真的好緊張 大家看看世界的事實 也同時接來幫林楊佩加油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同樣要搶八強門票的 還有他就是戴茲毅 他的最後義務 但是在他搶進八強的過程當中 要對戰的就是他的好朋友伊瑟農了 而且其實這兩位選手 真的可以說是在賽場上的好交情 同時這個交情也非常特別 我們就來看到其實聽到這個戴茲毅 打算要退休的消息 伊瑟農是怎麼說的 伊瑟農說看見小戴 他覺得很像看到自己的道義 因為不論是身體素質 還有在速度的方面 甚至在場上的思考 基本上戴茲毅都是贏他的 但這個當中要比的 就是誰更能掌控自己的籌辱 他也認為說是在搶進八強賽的關鍵 而且他也承認說 小戴不論在經驗在實力上 都在自己身上 自己之上 不過我們要來看到這兩號人物 包括是泰國的選手伊瑟農 還有戴茲穎 大家都認為說 球鋒是蠻類似的 從世界排名來做比較的話 伊瑟農是第21名 另外賽茲穎是第3名 在奧運的獎牌數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戴茲穎在東京奧運奪下了銀牌 另外在伊瑟農的部分 他是沒有曾經奪過牌的 而且雙方交手的勝場數 戴茲穎還是迎面偏大 拿下了20勝 伊瑟農是15勝 而我們知道戴茲穎在今年 受到傷勢的影響 在打比賽的部分 或許沒有這麼的順利 但伊瑟農呢 其實在去年 也是有點受傷的狀況 影響到他的賽事進行 不過我們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要一起來幫這個戴茲穎 來加球力拚八強 甚至呢奪牌 是我們大家的希望 再來另外一個賽場上 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剛剛林陽配的組合 目前最新的狀況 交給記者藍於明 還有余信翰來告訴我們 好 所有的注意主播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羽球館之外 所以說今天真的是羽球之夜 我們現在來關心的 就是正在裡面進行的林陽配 真的是 哇 很膠著啊 第一局呢 中國隊呢 21比17擊敗林陽 第二局我們倒吃甘蔗 擊敗了中國組合 這一局非常關鍵 因為拿下這一局 也確定我們不會被 持落二輸給中國大陸 我們已經確定進行八強了 現在進行到第三局 不斷的Deuce Deuce 再Deuce 所以現在非常的膠著 大家都想搶勝 對林陽來說 如果可以拿下四連勝 全勝晉級的話 對於整體的氣勢來說 會比上一屆冬奧來得更好 我們照上一屆冬奧呢 林陽拿下金牌 但在小組賽 他們是二連敗之後 倒吃甘蔗 一路過關斬將啊 關關難過關關過 拿下了這個冬奧金牌 這一次身為衛冕冠軍 其實身在這個死亡之組 五曲二的小組 大家賽前呢 不敢說不看好 但是呢難度非常的高 其實我們要想到 林陽配呢 在這個對上中國大陸組合之前 拿下了三連勝 雖然說沒有確定進行 但在這個比賽當中 拿下了一局之後 也確定進行到八強 而且我們現在要挑戰的是四連勝晉級 我們覺得這個林陽配這一次呢 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就是說因為上屆拿下金牌之後 其實在這一年半的時間當中 林陽的狀態起起伏伏 其實表現的並不是這麼好 尤其是林陽也說了 這一次的奧運 是他最後一次的奧運 回到台北之後 打台北公開賽 他就確定要離開了 而且我們現在最新消息 已經掌握到了 現在林陽配呢 已經擊敗了中國大陸組合 所以我們現在是四連勝 哇 我們拿下四連勝了 四連勝已經確定要晉級到八強 而且是完整在這個小組賽 死亡之組 一場一場全部拿下來 這邊要再次攻擊林陽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 非常的掌握在第一線的爆頭 剛剛我們還是不斷的 Duce 其實在第三局的時候呢 我們是小福的落給中國大陸的組合 但是打到了最後關頭 我們克服了這個壓力 在Duce回合當中的 林陽配將是右命 拿下了這場比賽 所以這邊要再次的攻擊林陽配 四連勝晉級要來挑戰衛冕金牌之路 主播 好 謝謝宇敏 真的是非常開心 林陽配終於闖進了八強 我們也很希望 他可以再幫我們奪下了一面金牌 但是再來我們來看到桌球的賽事了 不死鳥 鄭宜季 這一次也要力拼八強 而且這也是他三度叩關奧運殿堂 我們先來看到一些相關的賽程 在30號的時候 他4比2擊敗了羅馬尼友的好手 進到了16場 到31號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0點鐘 就要出戰波蘭對手 但是如果我們說這個正義進過去 闖進這個奧運殿堂 真的是充滿血充滿淚 難怪他有不死鳥的稱靠 他雖然呢是出生於台南的運動世家 父母排球 田徑選手 姐姐也是桌球選手 但是他花了10年才終於挺進了奧運殿堂 而且他的故事真的是蠻勵志蠻感人的 他的教練就形容他 他是那種天資很好 然後呢打球練到哭 還說我要繼續練的這種選手 可以說是苦練加天才互相加持 他在14歲的時候呢 就變成台灣史上最年輕的桌子 桌球成人國手 而且呢在2010年的時候 當時已經可以說是他準備要挺進奧運了 沒有想到在2010年的時候 在亞運受傷 他自己也消沉了好一陣子 但是呢在2016年的時候 李約奧運女端八強止步 拿到了第五名 創下了台灣本土女將的最佳成績 再來就是2021年 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搭檔林荺茹呢 拿下了滾霜的銅牌 這也是台灣奧運桌球史上 第一面純本土的獎牌 到了2023年去年的時候 參加了杭州亞運 因為嚴重的腰傷膝蓋受傷 他自己呢也非常自責 但是很快的他調整好腳步 在今年呢再度叩關奧運殿堂 在2024年這一年呢 重心擺在女單 而且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前10名左右 現在大家也都很希望 他過去鞋語類的練習跟累積 能夠幻化成一面 奧運的金牌或是任何的獎牌 相信為大家也都是一個非常感動的瞬間 再來呢大家也好奇的是 接下來還有哪些的運動賽事 繼續請萊玉銘還有余信翰來告訴我們 好 最近問你掌握巴黎奧運賽事的預告最新消息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賽事陸陸續續都要進行了 在巴黎時間晚間的11點呢 要進行的是桌球16強賽 由林宇如要對戰的是斯洛維尼亞的約基奇啦 那其實可以看到呢 林宇如現在的水準是越來越高 那在這個比賽當中呢 其實呢他已經逐漸的適應這個強度 過往呢他也是一直排在世界前十內的這樣一個水準 所以小林同學只要發揮得宜 我覺得這場比賽是非常有機會的 再來就是在晚間的11點38分 全集八強賽 吳詩宜要對上的是厄瓜多的帕拉西奧斯 我們都知道吳詩宜現在也是我國的奪牌希望 上流的對手奈吉利亞因為藥姐沒過 直接讓吳詩宜晉級 現在吳詩宜只要贏下厄瓜多這場比賽 晉級到四強呢也就確定可以保底銅牌 也就代表中華隊第一面獎牌 就可以在本屆進帳了 再來到8月1號的凌晨2點呢 要看到的是足球十六強賽 高成瑞對上瑞典的六角戰士莫雷加德 其實呢這個對戰組合應該是 高成瑞對王楚清 結果沒有想王楚清 在上一輪的比賽意外的是敗北 所以現在讓瑞典選手要來跟高成瑞來對決 沒關係啦 我們有莊姿淵手把手交出來的好徒弟高成瑞 非常有機會呢來這場比賽 好好的來大戰瑞典高手 希望能夠順利的來進行 再來在晚間在凌晨5點 隔天的這個下午三點高球要進行比賽 第一回合呢潘振崇跟余俊安都要來率先登場 另外呢還有像是在射箭女子個人賽 也就是三十二強淘汰賽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呢男子很可惜 最後呢他們包的是沒有辦法拿下來 不過現在女子個人射箭賽也要登場了 包含像李彩奇要對上的是烏克蘭 雷千瑩對上的是哥倫比亞 還有邱毅琳要對上日本 這三名的女將呢希望可以把射箭的光黃繼續擦亮 我們繼續來爭取更高的夾擊 另外在群奇的部分呢在10點18分 66公斤級呢陳年齊呢要對上的是巴西好手 我們也繼續呢為中華健俄來加油打擊 希望他們能夠爭取更多更高的榮耀 好讓我們一起為他們加油 再來我們來看到巴黎奧運 這一次當然還是除了過去有傳出一些 不論是水池的一些問題 甚至大家在想說奧運光環是不是已經退消了呢 因為我們從飯店的價格 還有門票的價格來看 發現說這個五環魅力似乎已經有點逐漸在消退當中 我們先來看到當地的媒體報導說 巴黎奧運真的觀眾數太少了吧 例如說他們在馬賽舉辦的女足賽事 德國對戰澳洲這個場子非常大 可以容納6.7萬人 沒有想到竟然只有不到萬人進場 所以這個畫面拍上去 真的可以看到整個觀光席 專觀眾席是空空如也 再來呢 票價的部分在門票賽事 像是田徑啦 足球 籃球 手球的票價呢 都寄出優惠價 部分的座位只要15歐元 換算成台幣大概就是500出頭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說 是不是大家也不願意來參加 來不願意觀賞這樣子的奧運比賽呢 主辦單位就說 他們認為這一切都跟之前的法國高鐵 被縱火是有關係的 他們認為說 因為開幕式前 這個鐵路的縱火案件 導致高速列車網可以說是大癱瘓 所以觀光客來也很難走遍法國各地 所以這樣子的觀光誘因也就跟著減少 主辦單位認為問題可能會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很多的飯店業者 在整個奧運期間用四個字來形容 叫做坐地起價 這個價格當然飆漲的非常多 雖然說有需求就有高價格 但是是不是大家也對這件事情 有一點反彈呢 路透社就說了 巴黎的旅遊部門公布說 飯店的平均每晚價格 從342歐元等於12000新台幣 降到258歐 等於說是萬元有兆 但是如果你跟去年的同期來做比較的話 去年才多少 200歐出頭 等於換算成台幣價格 一個晚上是7166台幣 當中還是有2000多塊的差距 甚至他們也認為發現說 的確在7月份 這個7月份飯店價格的確有向下調價 這個巴黎7月份的飯店價格比6月份 降了16個百分點 而且在8月初的時候 四星級的飯店降價最多 來到了66% 很有可能就因為旅客不多 所以連帶導致這些飯店只能被迫降價 但是我們來看到說到巴黎的問題 當然一定要討論到的就是天氣 巴黎現在有熱浪 當日的高溫飆上了37度 所以有很多人 但是賽事熱 場子熱沒有問題 但是人不能熱到啊 所以外頭有很多的噴霧站 希望可以幫大家消消暑 T恤短褲配上遮陽帽 還是抵擋不住巴黎熱浪 戶外裝上噴霧設施降溫 民眾聚集裝水站喝水解渴 烈日當頭大家忍不住皺眉 還有人裝一瓶水 就往脖子後面潑灑 白天的巴黎氣溫高達36-37度 但入夜後天空卻是閃電一道接一道 法國氣象局特別針對大巴黎地區 發布第二嚴重的風暴警報 要民眾注意可能會有暴雨與冰雹 嚴重的夏季風暴出現 搭上奧運熱潮 樂高特別推出積木主題遊船 帶著遊客從塞納河漫遊巴黎九大景點 另一邊奧運粉絲忙著交換紀念徽章 中華奧輝在正規徽章外 也特別推出Q版珍珠奶茶 且只帶獨一無二的臺灣特色 渴望成為最搶手的紀念品之一 還有人直接身體力行 小腿刺上彩色五環 這對一起在巴黎出任務的警察好夥伴 以刺青展現巴黎人挺奧運的熱情 體貶新聞總和報導 再來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中東地區 因為現在中東情勢有可能劇烈的向上升溫 尤其是哈馬斯跟真主黨 現在都跟以色列有嚴重的衝突 我們先來看到哈馬斯的首腦 遇到了襲擊 現在是確定身亡 這個時間點是在7月31號 伊朗的革命衛隊 聲稱說哈馬斯的最資深首腦之一 哈尼亞在德黑蘭伊蘭德黑蘭的住所 跟他的寶寶被一枚飛彈擊斃 而且在他被攻擊的時間點 你往前稍微推一點點的話 他才在一個地方公開露面 就是他在遇刺之前出席了伊朗新任總統的就職大典 沒有想到才公開露面 才剛見了伊朗的最高領袖 哈尼亞就被飛彈炸死了 當然這樣子的情況 也引發了很多國家的群情激憤 我們先來看到哈馬斯的發言人是怎麼說 哈馬斯的發言人是說 目前正在準備發動解放耶路撒冷的戰爭 而且已經準備好要付出任何的代價了 另外要來看到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 阿巴斯怎麼說 他本身這個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 雖然他跟哈馬斯算是一個區域 而且有同樣的信仰 但是他相對來說是比較溫和的 但是從他的言談當中 你可以發現說他也生氣了 他說暗殺哈尼亞是一種懦夫行為 讓事態嚴重升級 雖然以色列並沒有對外承認是他們做的 但是很多的國家還是把矛頭指向了以色列 包括哈馬斯認為說 以色列就是幕後主使 還有伊朗的高層也歡迎說 是不是有內鬼洩漏行蹤 因為從相關的內容來看 伊朗本身也非常不滿 因為他認為說 你今天在我的國土上動手 就很明顯是一種挑戰行為 所以從伊朗的角色來說的話 他也是非常不滿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親哈馬斯的分析家怎麼說 他說哈馬斯的政治領袖死亡 這代表說其實現在以哈戰爭 可能是已經無限的上升 甚至沒有所謂的紅線 所以到底要如何讓這樣子的暗殺 還有這種戰爭的行動降溫 恐怕是難度非常高 剛剛我們提到的就是 哈馬斯首腦被遇到襲擊而身亡 而在星期二的時候 其實以色列也針對 戈蘭高地的襲擊世界 展開了報復行動 他們針對黎巴嫩的首都 貝魯特的近郊用無人機 擊殺了真主黨的高階指揮官 以色列佔領區戈蘭高地 28日遭襲擊 共造成12名孩童和青少年喪生 以色列指控是黎巴嫩真主黨所為 週二一軍展開報復行動 空襲真主黨位於黎巴嫩 首都貝魯特南部郊區的指揮中心 擊斃了真主黨高階軍事指揮官 舒庫爾 另外還有三名平民喪生 這名指揮官也是真主黨領袖的顧問 以色列相信是他策劃了戈蘭高地攻擊事件 美國也將他列入恐怖分子通緝名單 指控他對西方勢力發動攻擊 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事後在社群平台上發文 怒嗆真主黨踩了紅線 所以進行報復行動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衝突升溫 貝魯特機場這週取消了十多架 大國際航班 真主黨對以色列的報復行動早有心理準備 前一天黎巴嫩外長還與真主黨高層會面 呼籲雙方克制 刺殺事件後 黎巴嫩看守總理米卡提 譴責以色列的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也極度關切 憂心會爆發區域衝突 正在跑競選行程的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也敦促以外交途徑解決衝突 以色列沒有為中東情勢降溫的打算 週三 異國又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進行暗殺 擊斃了哈馬斯政治領袖哈尼亞 不過異國軍方不願評論這項消息 哈尼亞到訪伊朗 是為了參加新任總統裴澤斯基安的就職典禮 遭刺殺的前一天 他還與伊朗新總統會面 哈尼亞在1980年加入哈馬斯 之後地位不斷提升 2017年被任命為政治局主席 他大多時間都待在卡達 今年4月 他的家人在加薩遭以色列攻擊喪生 哈尼亞是哈馬斯四位領導人當中 最溫和的一位 今天我聽到伊朗哈尼亞被逃亡 我認為我們已經跟哈馬斯最高領導人 哈馬斯的政治頭銜 哈尼亞的政治頭銜是哈馬斯最高領導人 但實際上真正指揮哈馬斯軍事行動 和政治方向的 是加薩別的 市區領導人辛瓦爾 這項刺殺行動對以色列人質性命造成威脅 以哈停火協議恐怕又要落空 以色列在24小時內發動兩起刺殺 而且還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首都 讓他出來選了 我們從民調的部分也先帶來關心 根據路透市的民調 包括是他的支持度跟好感度 目前都是贏川普的 以支持度的部分小贏1個百分點 另外呢在好感度的部分 是贏了5個百分點 等於說在10天之內 兩個數據包括是支持度跟好感度 都雙殺川普 但是這是慶祝行情嗎 可能還是要更多的時間 來進行檢驗跟觀察 不過從搖擺州的最新觀察來看 可以發現說的確在搖擺州 賀錦麗似乎也是有贏面的 怎麼說呢 因為從7個關鍵的搖擺州來看的話 賀錦麗是領先了4個州 而且呢有兩州是落後的 其中一個州打平 不過在整個民主黨換將之後 似乎整個氣勢都起來了 但是大家想問的是 賀錦麗你的副手到底是誰呢 因為當然名單被點名點將的有很多 路透社就說了 賀錦麗最快在8月5號這一天 會公布副手 而且聯妹到關鍵州來造勢 我們先來看到被點名的人選有哪些 如果你看過這個沒選的新聞的話 你會發現說最近有個字 蠻常被提到的就是太空人 太空人指的就是他 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凱莉 他本身是過去是NASA的太空人 同時他在軍事國防外交上 都有非常大的優勢 而且他對賀錦麗來說 有絕對一個重要的加分 不是只是因為他是太空人的背景而已 就是他本身是邊境州的參議員 所以說大家認為講說賀錦麗 在他的所有過去的言論跟他的政策上 在邊境這個話題上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如果在今天有一個 邊境州的參議員成為他的副手的話 對他的賽事來說 對他的選金來說絕對是加分的 另外還有個加分印象就是他很會政治的相關的募款 希望大家來這個募款給他 以過去他在2022年的競選來說 他有吸金優勢拿了29.5億元 可以說也讓他在競選的路上 算是比較順利的 再來也被點兵點將的 還有賓州的州長夏皮洛 他本身是一個中間的溫和派 所以如果選他當副手的話 包括是在一些中間的選民部分 工人階級 獨立選民 對他來說都是他的票倉 這也是他可以幫到賀錦麗的部分 另外還有被點將的 有明尼蘇達州的州長 還有運輸部長 甚至肯塔基州的州長也都被點名 不過現在大家在猜最有可能的會是誰呢 因為從一些小訊息來說 很有可能就是賓州的州長夏皮洛 因為我們剛剛說他要去關鍵州 照市而挑的地點就是賓州 兩個人很有可能會同場 這也代表說是一種暗示嗎 大家也都在猜 拜登退選賀錦麗迅速崛起 讓川普團隊措手不及 經過一個星期 川普競選辦公室鎖定邊境議題 在六個搖擺州投下1200萬美元 正式對賀錦麗展開攻擊廣告公式 賀錦麗則是砸下 5000萬美元的廣告預算 第一支全國電視廣告無所畏懼 傳遞正面積極的訊息 而在喬治亞洲的萬人造勢場上 賀錦麗也正面回應邊境問題 賀錦麗表示捍衛未來和自由的棒子 已經交到每個人手裡 而愛國的最高表現就是為美國的理念而奮鬥 對於對辯論疑似未戰的川普 賀錦麗這麼說 彭博新聞的最高 最新民調年輕族群非裔 及西語裔選民對賀錦麗的支持 讓川普在七個搖擺州 不再具有領先優勢 儘管差距仍在誤差範圍內 而且選舉充滿未知 但整體來說反映出民主黨 希望獲得的效果 你還沒選擇 賀錦麗的副手領選過程 從一般三個月縮短為兩星期 美國媒體報導 下星期二到星期五一連四天 賀錦麗將跑六個搖擺州 而她的副手搭檔會同行 TVB新聞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8月份開始就可以申請住宅補貼了 但是很多人除了摩拳擦場很心動之外 但是這個條件限制可能有一點高 因為如果你是不限手購族 這個購物地點在台北 當然聽起來是非常好 但是這個住宅補貼 搭配親安貸款的優惠房貸 最高可以達到1250萬 可是很多房仲認為這個限制太多了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很難拿到 政府積極鼓勵青年買房 在8月1號住宅補貼的政策正式上路 自購住宅利息補貼金額高達210到250萬元 至於修繕住宅則是80萬元 限時30天對象不限手購族 補貼金額每個限時不同 台北市250萬 新北市230萬 其他縣市則是210萬元 如果住宅補貼搭配親安貸款優惠房貸 北市最高可達1250萬元 主要買房最大困難 基本上都是投機款的問題 對 所以如果他能在貸款這方面 能多帶一點 讓投機款壓力減低一點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對大家都是有防止 不過想申請還是有限制 包含家庭年所得低於164萬元 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低於68772元 家庭動產限額低於715萬元 家庭不動產限額低於940萬元 但這收入限制看在台北市年輕人眼中 它可能可以設個就是級別 超過多少可以補多少萬 然後超過多少再補多一點 這樣子比較不會說 如果你只是超過6萬8一點點 或是其實你也是需要房屋補助的 但是你確定拿不到政府補助 所得限制會不會太嚴苛 民眾看法不一 不過再細看限制條件 申請人名下不能有超過940萬的不動產 第一線房眾認為 這門檻在雙北難度太高 你光是在台北市你現在買到一個總價940萬元以下的房子 一定是屋況非常的糟糕 甚至是耗房休宅 或者是很偏僻的一個山區 畢竟看看2023年第四季購屋成交價 中位數是1850萬元 就怕這住宅補貼看得到吃不到 TVB的新聞朱光宏成挺台北長報導 今年4月份財商掌過電價 任何多的民眾都覺得吃不太消 尤其9月份又要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會不會再漲呢 民眾當然都非常關心 所以經濟部長的言論大家是特別關注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這個經濟部長他說了 亞洲國家電用油都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 所以台灣的油電售價還要受到全亞洲最便宜的規範限制 會導致台灣的心思無法往上拉 心思水準低也跟不上其他的國家 不過在他今天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則解釋說這是不同的議題 電價在四月調漲 平均漲幅達百分之十一 而下一次在九月又要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這一次會不會漲價 備受關注 電價到底漲不漲 經濟部長郭智輝 三十一號出席活動受訪強調 還是要看電價審議委員會怎麼決定 而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郭智輝日前指出亞洲國家的用油 都是從他國進口 各地的發電成本也都差不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台灣油電售價 還要受到全亞洲最便宜的規範限制 也連帶導致台灣整體的薪資水準低 跟不上其他國家 他呼籲各界應該要支持油價電價再漲一下 對此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這樣回答 油價電價就是控制不了 我們控制不了 就是跟著大企業 大社會走 怎麼會贊成 大家都不會贊成 除了荷包 民眾也很關心 用電穩不穩定 畢竟台灣近期挑電頻傳 不少民眾看在眼裡就擔心 會不會有缺電危機 我們是不缺電 那會跳電這個是因為潰線太長 然後我們的變電所太老舊 強調台灣不缺電會跳電主要有三大原因 包含潰線太長 變電所太老舊 以及同一個地區增加很多用電 所以在比較老舊的環境當中 品質可能無法滿足適時供電的需求 才會產生跳電 逆拼要在一年之內減少跳電頻率 特別新聞電視頻 台北超大島 的確 尤其現在AI大家都想要發展 如果再缺電的話 很有可能也拖慢進度 現在各家大廠的AI較勁 可以說是越打越火熱 但是丟下去的錢真的有回收嗎 科技財報週開爆最新公布的第四季業績 現在也對外展開了 像是微軟它的資料中心的營收不如預期 也讓很多的投資人認為說 這個水的這個金子的投資 是不是也丟進了大海裡頭呢 砸下重金投資也是主要成長動能 科技大廠微軟的雲端服務平台 最新一季營收表現差強人意 引發市場擔憂 砸大錢投資的AI難以變現 週二微軟股價在盤後狂洩6% 還拖累AI晶片霸主揮答重挫7% 以科技股為主人納斯達克 則是以大鐵222鐵作收 每股科技財報週如火如土展開 各家大廠較勁火腰未濃厚 即將在週四發布財報的蘋果 傳出將採用谷歌的晶片來打造AI產品 而並非當今AI霸主的回答 令市場訝異 尤其回答目前掌控約80%的AI晶片市場 至於ChatGPT的開發商OpenAI 則試圖要壓壓谷歌搜尋引擎龍頭的企業 最近他們正式推出了Search GPT 一個AI搜尋引擎的原型 雖然只在一小群使用者和發行商之間進行過測試 但這個搜尋工具當中最好的功能 之後還會整合進聊天機器人ChatGPT 除了會威脅到谷歌 還可能波及自己的金主微軟 至於臉書母公司Meta 週三要公布業績前 先點頭同意支付14億美元的和解金 因德州政府控訴Meta未經許可 就使用用戶的生物辨識資料 這創下單一週最大筆的訴訟和解金 而美國國會也有動作 週二參院兩黨罕見通過一項社群媒體相關的法案 內容是要保護未成年孩童 不再受到網路上危險內容的傷害 這項法案是由一群家長所推動 當中有些人的孩童受到網路霸凌後輕生 又或者衍生出藥物濫用厭實的情形 一旦之下兒童安全法案變成法律 將要求臉書Meta 前推特X等科技公司 採取適當措施 把社群媒體的危害降到最低 包括遵行謹慎責任 並確保平台的預設設定是最安全的模式 就在美國當局推動安全規範的同時 義大利的研究團隊把AI用在對社會有利的地方 吸唇器啟動的聲音就來自這台叫做Vero的機器狗 它刷子形狀的四隻腳 目前專門收集煙滴垃圾 而Vero運用一套攝影系統和演算法 能辨識目標並規劃路線 目前在不同環境下收集煙滴的成功率 已經高達90% 例如一般機器難以作業的海灘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每一年預估有4.5兆個煙滴被丟棄 但不只煙滴 這台AI吸唇器狗還會吸取其他物體 以及體積更大的垃圾 後來可以用瓶桿架 或小塊的碎片 你能夠訓練 能夠訓練 可以把垃圾的研究 研究人員表示 Vero之後能針對特定區域 預先統計垃圾量 並先從較大型的垃圾下手 TVV 先做報導 蘇澳級的漁船 附身漁船一絲越界 被日方扣押到了石原島 船家付了150萬的日幣 當作單保金 日方才放人跟船 而在今天凌晨 這艘漁船回到了蘇澳港 船隻停靠岸邊 船員們接力卸下漁獲 海巡署人員已已確認 清點人數被扣押兩天 船員們終於回來了 有沒有很擔心自己會不來 有沒有很擔心 我其實在那邊很客氣 他們都說 我們都沒有事情 你們知道嗎 他們都很客氣 我們都來你走 我們都來你走 船員平安回來 要大家不用擔心 蘇澳級附身漁船28號下午 出海捕魚雀突然沒了訊號 疑似越界遭日方公務船登檢 過程中還發生碰撞 漁船左側船體 被撞出一個大洞受損嚴重 船家付了150萬日幣單保金 日方30號將人船放行 31號凌晨一點多 船上7名成員以及船長 在海巡艦隊接力接護下 順利回到南方澳漁港 岸邊早有不少人 等待他們歸來 出海捕魚突然遭到包圍 甚至在追逐中 漁船招撞還被登舰帶走 船員們如今回鄉起來 還心有餘悸 慶幸的事終於順利回台 家人們也可以放心 至於漁船是否越界 以及受損機能和後續理賠問題 都還要進一步調查 TVB的新聞檢大使何可言 宜蘭採訪報導 好不好 今天跟著一下 剛剛應該是南方澳漁港 再來我們來看到是 中國網際的網路巨頭 360集團董事長 在測試電動車的車門的時候 房夾功能竟然失效 他也不慎受傷 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都有 都有防夾功能 員工才信誓旦旦的保證 廣州汽車這款車門 有防夾功能 下一秒 夾著你手 不好意思 門再度開啟 這位身價新台幣6500億的 大陸網際網路巨頭 360集團的創辦人周鴻一 捂著自己的手指頭 痛得不想說話 我的手用冰塊敷了半天 現在應該差不多了 如果是加到小朋友 加到普通用戶 可能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也建議 車廠應該針對這個問題 應該去做一些改進 周鴻一和前妻去年已約 新台幣386億的天價 作為分手費引起討論 如今他這麼一測試 又為大陸的廣汽車款 免費打了廣告 大陸電動車競爭激烈 近期才傳出 美國貿易代表署 原定於8月1號起 要對大陸的電動車 電池 電腦晶片 和醫療產品等加徵關稅 如今可能延後兩週 我國出口的每10輛汽車中 有4輛是電動汽車 每10輛軌道機車中 有7輛是建立機車 其實歐盟自7月5號起 就對大陸製的電動車加徵關稅 包含比亞迪的17.4% 吉利19.9% 上汽37.6% 部分位在名單中的車廠 則加徵了37.6% 不少歐洲在加徵關稅前 趕緊進口大陸電動車 讓6月在歐洲註冊的大陸電動車 超過了2.3萬輛 市佔率達11% 排照註冊量也創下了新高紀錄 TVB新聞葉俊宏請向如綜合報導 隨著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雙方的軍事活動 還有軍事結盟 越來越深入之外 美國現在也希望可以拉攏自己的盟友 共同的話題就是南海 透過南海來拉攏菲律賓 同時也希望歐盟可以助一臂之力 中國與俄羅斯的轟炸機 上週三才剛聯手闖入美國 阿拉斯加航空識別區 逼得美國與加拿大派戰機升空攔截 緊接著藉由俄羅斯海軍週日 慶祝成立328週年的機會 北京當局派出飛彈驅逐艦交錯號 與補給艦洪湖號 來到緊鄰波羅的海的俄羅斯聖彼得堡 參與由俄羅斯總統普清親自主持的慶祝閱兵 同時更與俄方艦隊在芬蘭灣 進行炮火摧毀敵方水雷障礙等 充滿實戰意味的聯合演習 俄羅斯早前據報因應芬蘭加入北約 重申規劃在芬蘭灣的部署 位於波羅的海東部的芬蘭灣 是聖彼得堡唯一出海口 也是俄羅斯與西歐、非洲以及中東等地的 重要海上貿易航線 俄國經濟命脈石油與天然氣 高度仰賴這條航線 然而這個曾經相對安全穩定的俄羅斯戰略要地 卻在兩年多前 普清揮軍入侵烏克蘭之後 情勢批變 今天是一個歷史的日子 因為在幾個小時 我們會歡迎芬蘭 成為我們的聯合成員 先是緊鄰芬蘭灣的芬蘭 去年4月正式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北約 緊接著今年3月位於芬蘭灣外 掌控大半個波羅的海的瑞典 也成為北約第32個成員 這讓整個波羅的海幾乎被北約國家包圍 並且採取強硬態度 嚴格監控俄羅斯船隻的通過 莫斯科對此被感壓力 兩個月前甚至傳出 俄方有意修改在波羅的海的領海邊界 一度引發周邊國家緊張 如今俄羅斯拉著中國艦隊 一起在芬蘭灣實彈演習 藉由彼此緊密結盟來擴張威嚇的意味十足 俄羅斯國防部30號宣布 俄海軍北方艦隊 太平洋艦隊 波羅的海艦隊 以及離海區艦隊 當天開啟計畫內演習 此外俄方還動員4大艦隊 總計300艘艦船 50架飛機以及2萬名軍官 展開大規模軍演 而過去兩年在烏俄戰爭中 屢遭烏方以無人裝置奇襲重創的 俄羅斯黑海艦隊 則是唯一沒有參與這次演習的主要艦隊 至於積極要把俄羅斯軍隊 趕出領土爭取和平的烏克蘭 則透過外交加強力量 上週派出外長親自走訪 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中國 儘管四天行程都沒有禍邀進入北京 只在廣州與大陸外長王毅會談 但烏克蘭仍然積極動作 週二進一步向王毅發出邀請 歡迎他訪問烏克蘭 親眼看看俄羅斯的侵略惡行 北京方面對這個邀請雖然做出感興趣的回應 但會否真正成行仍屬未知 再加上當前南海情勢快速變化 可能更需要北京當局加緊應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房長奧斯汀 週二在馬尼拉與菲律賓展開 第四次美菲2加2對話 並且拜會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 美方除了對過去幾個月來持續升級的 南海對峙緊張局勢 向菲律賓表達支持態度之外 更拿出實際的協助 美方提供的五億美元部分將會用來協助 菲律賓境內四座可以供美軍使用的軍事基地 進行現代化改建 美方還預告在國會支持增加的情況下 明年有可能向非方提供更多資金 儘管非中兩國此前已經就南海仁愛暗殺的非國軍艦補給問題達成臨時協議 試圖緩和此前嚴重激化的氣氛 但雙方對於協議條款的表述卻出現嚴重分歧 中方不斷聲稱相關補給經過報備與監控 非方則否認並且強調協議是彼此達到諒解 這也讓南海情勢能否真的得到降溫仍存有懸念 南海局勢的不穩定也讓更多國家積極表態要把事情攤開來說 歐盟外交代表波瑞爾周二在河內與越南外長會談時就當面表達 歐盟希望確保南海和平的態度 並且表示歐盟願意幫助增強越南的海上安全能力 讓國際規則能繼續在南海獲得執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民眾的發言人林紫宇被發現在碧潭落水了 而且當時目擊者是說她是孤身一人走下水 所以讓很多人也都非常緊張 後來也將她救了上來 不過事後她自己也在社群平台上發文說 是不小心落水的而且平安無事 他自己一個人 深夜的心被碧潭怎麼會有人落水 被巡邏保全聽到目擊者呼救趕快把人拉上來 我拉上來之後我只有問她 她需不需要叫救護車 就讓她意識稍微保持清醒 救上來的時候她臉色已經很蒼白 這名年輕女子是自己由上岸後才被保全救起來 警消夜接獲通報到場把人送往醫院 只是事後發現女子身分竟然是民眾黨的她 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台美關係都不會改變 林紫宇是民眾黨國際事務部主任兼任發言人 目擊者指出當時她是自己走下水 她也發出聲明回應感謝大家的關心 意外只是單純自己沒注意檯面上濕滑才會失足落水 而且檯面太高自己太矮也上不來 心理和身體狀況一切良好 要外界別過多揣測自己則會趕快回到工作崗位 林紫宇日前才剛代表民眾黨出發去美國官選 川普造勢大會 沒想到反台沒多久就發生意外 所幸林紫宇人平安 主席客問者深夜有感去醫院 其他同事也送上關心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至於現在一切都很平安 那黨團的同仁當然我們對於治癒 能夠最後能夠是平安獲救 都覺得接下來平平安安 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只是目擊者和本人對於落水的說法有出入 民眾黨則強調無管黨務不回應 政證落水的原因讓外界物理看花 TVB的新聞 陳冠宇林一傑 花生森 李宗澤 新北台北採訪報導 Renee瑞拉的總統大選的爭議還沒有結束 尤其是秘魯公開質疑大選的結果 所以說Renee瑞拉宣布跟秘魯斷交 也驅逐了其他七個國家的外交官 另外在國內的部分也出現了動盪情況 示威者把雕像拉倒在地 催淚瓦斯煙霧瀰漫街頭 維內瑞拉警察用腳狠踹抗議民眾 雙方爆發肢體衝突 抗議民眾質疑大選結果 持續在首都卡拉卡斯示威 示威者揚言除非總統馬杜洛下台 不然抗議不會結束 委內瑞拉反對派不滿現任總統馬杜洛自行宣布連任 爆發全國性示威 目前已經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馬杜洛下令要軍警在全國城市巡邏 平息暴動 已經逮捕至少七百人 反對派稱已經掌握到馬杜洛選舉舞弊的證據 要馬杜洛認輸 尊重選舉結果 另外委內瑞拉外交部長31號宣布 要和秘魯斷交 因為秘魯拒絕承認委內瑞拉的選舉結果 承認反對黨當選 秘魯態度也很強硬 直接下令驅逐委內瑞拉外交官 另外七個拉美國家也質疑大選結果 委內瑞拉也驅逐這七國大使 31號起 拉美國家將停飛 往返委內瑞拉的航班 這場選舉引起的動亂 恐怕還會持續延燒 五個月的嬰兒到了鐵板燒店用餐 今天還被收低消 不知道大家覺得合理嗎 我本來在安排這個位置 他自己推到這裡來 推到這裡來 那你也點這三個位置 對不對 你不可能我 你這裡兩個位置拿起來 抱在手裡吃 店家急忙解釋事發經過 因為有客人留言抱怨 帶嬰兒來也要修230元低消 有女網友在社群帳號上發文 日前到台北市文山區 這間鐵板燒店用餐 兩個大人還有一名五個月大的嬰兒 原本店家安排正中間位置 後來他主動提出要坐最旁邊的位置 也把嬰兒車推到角落放好 但店家告知每位都要230元低消 女網友覺得不合理氣氛發文 嬰兒車的話我們是有地方可以給你放 我們拿娃娃椅讓你小孩子坐 那小孩子坐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佔一個位置 我們是以位置來計算 只是五個月嬰兒根本無法坐嬰兒椅 也無法吃鐵板燒 要算低消許多網友覺得太誇張 但也有其他人留言 覺得店家規矩有講明白就好 認為收低消也可能是減少發桌率等因素 可能看人家店的定位在哪裡吧 如果他是平價我會覺得有點不盡人意 但是你也不能說他錯 就是你不喜歡就不要再去吃 仔細看看門外玻璃 有掛上每位低消230元的告示牌 當時店家說 平日一整天收50到60位客人 假日最多70人左右 因為過去沒算低消也沒限制 顧客用餐時間 客人越點越少成本無法維持 今年才訂出低消規定 兩個大人小孩子可能都小學了 一個飯一個湯也沒多少錢 都給你 然後後面就會養成說客人就會 他會越點越少 五個月大嬰兒被收230元低消 消保官說只要店家事前充分揭露 就沒有觸犯消保法 但難免讓人覺得不盡人情 民眾兩派觀點也再度引發討論 TVB的新聞林亞南吳廷台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帶大家到大稻辰 一起來看璀璨的煙火 請記者張慧仙來告訴我們 我們看到畫面中超美超壯觀 還有特殊造型各式花色的煙火 這就是每年盛世大稻辰夏日節的煙火秀 原定24號舉行 因為碰上颱風延期 而今天煙火秀也加倍綻放 一起來看現場畫面 我們看到今天煙火以更密的煙火發速 以及施放範圍點亮了整個夜空 一共是施放300秒以及共有3000發 現場也擠滿了人潮 不過今天下午的時候北市其實下了大雨 但是沒有影響民眾看煙火的興致 5點左右就開始有大量的人潮 湧入大稻神煙火 下一場煙火秀在8月10號 也剛好碰上七夕情人節 施放時間將會延長到480秒 TVV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